他们是冷酷无情的隐身死神 他们是创造奇迹的传奇英雄 准确地说他们是一群最职业的军人 他们具有出色的技艺和超凡的忍耐力 在杀鸡四伏的战场上 他们显得更为悠然自得 他们从不轻易浪费美丽子弹 也从不放过任何一个转瞬即逝的机会 每当一个目标出现 他们的枪口便会闪过一道夺目的死光 一个出色的狙击手往往会成为战场上扭转乾坤的无敌英雄 而他们手中的武器也随之成为极具传奇色彩的神兵力气 1950年远东的朝鲜半岛 战火硝烟笼罩在北纬38度线上空 经过五次战役的激烈厮杀 交战双方都开始认识到 他们遇上了从未经历过的强劲对手 这场战争的结局 注定不可能在短期内见分枪 战争开始后的第二个夏天 朝鲜中部城市开城郊外来奉装 在这座战前曾经的小茶馆中 交战双方第一次坐到了一起 旷日持久的停战谈判就此拉开帷幕 然而战事并没有就此消停下来 在三八县附近交战的双方壁垒森严 近百万大军剑拔弩张 大战随时一触即发 战场上的交锋 永远不会只是靠嘴去说的 在谈判的形势下 我们就不便于发动大规模的进攻 破坏这个谈判气氛 美国呢也没发动大规模的进攻 只是小规模的进攻 但是谈判并不顺利 美国的要价很高 我们呢 这个 呃 是要求要公平获利的 解决朝鲜问题 这样呢 从谈了十多天到七月下去 双方啊 就在谈判中 才有图 就是双方 双坦双大 双图的这个局面 这样呢 这个权限呢 这个二百多公里这面上 双方形成对视 战争转为以阵地对峙为主的局面 失去了运动作战的长处 志愿军存在的弱势再次暴露出来 此时此刻的中国军队 他们几乎没有任何装甲车辆和空中支援 只有火力较弱的轻武器和少量的火炮 甚至连一些基本的军事装备都很短缺 然而他们所要面临的对手 却是装备高度现代化 拥有全面制空权和制海权的世界头号军事强国 对于装备弱势的志愿军而言 他们怎样才能同如此强大的对手 想抗衡呢 我们那个人就是抬去的时候枪少 子弹也少 枪不好 我们那个时候枪就是大一个搬一个 打一个搬一个 我们有个铁板重锋枪啊 那都是连杖排长 这样的人赔 像我们的哪个枪就是什么一个水族连枪 那时候是舒适的一个枪 那感觉都不错的 有的还没有枪 当时都是用的这个 苏联老大国的武器装备 就是用的那是水连珠 叫水连珠步枪 那是比较先进的 打一把装一把 是这么样的水连珠步枪 当时的敌人为什么很疯狂呢 他是用高射机关枪品射控制我 这是一支当年支援军中广泛实营的武器 德国产毛色98k式步枪 士兵们俗称为水连珠 步枪口径7.92毫米 弹头出速745米每秒 有效射程600米 有5发固定弹舱弓弹 枪长1103毫米 枪重3.89千克 相对于其他武器而言 毛色步枪准确性能较好 成为志愿军军中普遍使用的狙击武器 1898是毛色设计的最好的步枪 就在当时来说 就是19世代末业到20世代初业 那是在世界上相当出名的步枪 自动步枪出了以后 那这些都基本上就被淘汰了 如果你要是作为狙击步枪时 只能再加加妙论镜 人的肉眼很有限 你看来500米你就看不太清楚了 它一属于那个弹舱是非自动步枪 你看跟后来的半自动步枪 它射速不一样 那个射速很慢的 你这装成五发子弹 抠完了以后 抠一次板击 拉一次枪击 再推上一次枪击 然后再 这个 比较慢 相对于威风凛凛的现代狙击武器而言 毛色步枪的外形 显得那么其貌不扬 但是 就是这普普通通 没有任何光学瞄准设备的步枪 却在当年的朝鲜战场上 凭空创造出一个神话 狙击手的神话 与志愿军相比 阵地对面的联合国军 拥有着根本无法体敌的装备优势和强大火力 志愿军阵地上任何风吹草动 随时都有可能招来炮火 铺天盖地的惊喜 反正是因为备天是没办法活动 备天也不可能这么太阳化 你开始已经看这个情况看到了 地震市对着我们是个什么情况 地震市举高 我们领下 这样的话 我们就没有办法活动 反正有些地区必须要出来 要到前面去 这样的话 你要去的话 你反正你走一个命中的地方 就是对着这个狗比较是直 对着地人 地人是大 所有的法官东西全部要摆在地下 爬的地也不能动 骑士不能抬 人不能走 他那个招门也没有目的 他是无目的地帅 就那个侦察机无目的地帅 走一会儿 撩了那个招门 找起来 究竟是发现还是没有发现 发现了作为我们来讲 很心里没什么地 这个时候 志愿军的阵地 基本上还是野战故事 简陋的防御设施 在对方密集炮火轰击下 显得不堪重负 既没有足够的炮火还击 同时又缺乏制空权 志愿军在这种阵地 对抗作战中 显得极为被动 阵地对质 胜负的天平 是向装备优势的一方倾斜 那么在朝鲜战场上 客观的形势要求你 双方的话 在三八线地区 以三八线为界 那么相对一个界限的话 转入阵地质之后 前线的每一个小的三头 甚至来说 某一个特定地点的得失 都直接关系到谈判桌上 双方的气势 双方的得失 在这样一种情况之下 志愿军必须转入阵地作战 而且要逐步的改善自己的阵地设施 同时采取积极的行动 夺取战场的主动权 在密集火力的掩护下 联合国军不断向中间地带扩展真地 交战双方的距离越低越近 平均不超过三四百米 最近的地方只有百米之遥 一位志愿军战士 在日记中这样写道 对面阵地上的人 他的眼睛是黄色还是蓝色 我已经看得清清楚楚 一开始铁人 不把他下去挑水 或者是在那个 在被的屋 他就在那阵地上这样的活动 那个时候我们一开始不干大 也没有上街 也没有这个好招 白天真地上面 对方的真地 他可以换快音喇叭 换隔着 搞宣传 而且对方这个认了 他可以大摇大摆在上面走 我们呢 那就苦力了 我这个讲的是实际问题啊 砖子洞里面不干出来 双方阵地的距离 已经进入了各种轻武器的射程 尽管志愿军中并没有配备专用的狙击步枪 但是普通步枪同样具备射杀对手的能力 敌人近在眼前 每个志愿军士兵都难以按捺心中的冲动 有的想像开战打 看到敌人不打又生气 但是他们就是不能打 为什么不能打呢 你打一枪 敌人就换四枪 我们打一枪敌人换四枪 如果敌人能打我们 我们就不能打敌人 敌人能活动 我们就不好活动 敌人呢 稍微弯点药 他在他身体呢 就可以能走 但是我们能一弯的药 都不能走 尽管不得随意开枪的军令在先 然而每一个士兵都不愿意 在这种气氛下 永远被动下去 终于 这条军规被一个名叫徐世珍的人 给打破 为避免暴怒目标 徐世珍脱下上衣 用泥土涂满脸部和全身 随后一个人提着自己的水连珠步枪 悄悄潜入阵地前沿 对面阵地上的士兵浑然不知自己已经成了别人的靶子 徐世珍打一枪换一个位置 一天之内击杀七名敌军 徐世珍自己也并没有想到 他的鲁莽行为不仅没有招来军事处罚 反而从此 为处在被动中的中国军队 开辟出一条新的战法 那么在1952年的1月29号 专门发出了一个指示 就是说是对敌人阵地上的单个目标和小群目标 要组织轻重机枪和步枪来予以歼灭 组织特动射手来展开狙击作战 那么其中有一句话非常重要 就是我们坚决反对认为在现代战争中 步枪已经是落伍武器的说法 单兵步枪尽管不具备重型武器巨大的杀伤力 但是目标单一机动灵活 在这种力量对比悬殊的作战中 效果尤为显著 尽管没有经过正规的狙击作战训练 但是在实战当中 志愿军士兵逐渐摸索出一套 冷枪狙击的作战规律 我说我用每个网约群我怎么办他 他说我们不能用网约群 我们的网约群啊 敌人的网约群没有办法 这就是肉严 打这么一车 你这有多少距离就行了 我说怎么拆呢 打这么一车 一直沿着往前看 看看敌人这个网约群 离我们这有多远 哪里会出现敌人的网约 飞天呢因为他的闪光挺大 这个晚上跟这个早上呢 他闪光小时 他那个漏出来 他从那个树林那里出来 这个中间树林中间他有缝 所以在这个距离秒他打 是比较大的准利 很像目标呢 一般的根据速度 根据速度啊 如果是速度快 那么就是要再提前一个半人体 就是啊 就瞄准点呢 在一个在运动的前面 一个半人体这样瞄准 这个激发 这样呢能够中上 上坡是秒头不打 为什么呢 他上在周到的 往上周 那么越周他不是这个 瞄头不吗 他以为往上周 他不是就到 正好头不吗 然后就可能 尊重他的 目标 如果 向下 向下 瞄九不 为对抗联合国军的炮火优势 志愿军开始挖掘 横贯山峰两个斜面的坑道攻势 以便在遭到空袭和炮击时 能够有效地隐蔽 而与此同时 冷枪狙击 成为志愿军在这一阶段 用以掩护大规模坑道修建的主要作战方式 但是 对手并不是那么容易对付 人们一直担心的事情 终于发生了 人家那个通信器材是比较好的 现在我们现在人人都有小手机 他那个通信器材说那边过去 枪一打过去 他们跑马上就过来了 马上就要给我们整体进行轰炸 进行轰炸以后 我们就是我们把他人大到了以后 我们这边的措施就赶快隐蔽 又是我们已经吃过亏 国庆我们人大到他的底下 又大到他以后 我们就干得高兴 他还打走了打走了 大家都出来了 但这个我们吃了他两次亏 这个他把人家的炮马上就过来了 他的轻机箱总机箱 马上就坐我们整体上吹 一吹就是10多分钟 20分钟 他那个炮弹来就不是半天一发 他一来就是16发 密集的炮火再次证明了 交战双方彼此实力的极大悬殊 对方阵地火力配备完善 而且具有纵身炮火密切支援 志愿军往往一击得手 随时也就暴露了藏身地点 不到一分钟 铺天盖地的炮火 以及各种轻重武器 就会暴雨一般 倾斜在狙击手的射击阵地上 如何才能有效地杀伤敌人 而保存自己 面对相隔几百米的对方阵地 每个狙击手都不得不有所思考 中国军队能用这种简陋的武器 战胜对手的飞机大炮吗 一切都还是未知数 往往是我们打倒他一个人 他的一阵炮火报复 要打伤我们几个人 这样就是一种得不偿失 另外这种的话 火力报复呢 给人的话造成的一种是 我只要一打枪 那么敌人就会报复 因此来说就有一些为难情绪 那么战争的基本原则 就是消灭敌人 保存自己 如果你连保存自己的话都做不到 又怎么能去消灭敌人 除了你也考虑到自己的安全 反正你身上什么就不能带 特别是一些反光的东西 夏天还好 有树荫还有一些 要到冬天呢 关于朝鲜那个雪蛮大的 那你这些穿上白不大 我们在外头在这个战略上 都是粉身都是带着伪装 都是插着鼠牙子 这个帽子呢 都是现在对象那种松鼠牙 都是带着圈子 为避免敌人火力报复 狙击阵地的设置 远远避开主阵地 此外 每名狙击手 至少设置三个以上的伏击地点 一击之后立刻转移 干到一个了 你必须要一个位置 要一个位置 这样就是放逼敌人的话来 发现自己 自己来采取一些保护措施 有人没人 那个地方 那个棍子往那一靠 把个帽子 把个衣服 只能一打打上 做个家人 交敌人来打 我们从其他地方 这个设置的时候 到其他地方去 看看敌人来 出来不出来打 用这个方法来 来来来来 来消灭敌人 来引诱敌人 黎明时分 狙击手悄悄进入各自的伏击位置 等待目标的出现 这种等待通常十分漫长 漫长的似乎永远没有尽头 目标每一刻都有可能出现的事意 瞬间的疏忽都可能让机会擦肩而过 狙击手的神经必须时刻保持高度紧距 不可以有丝毫的懈怠或者急躁 任何一点大意 也许仅仅是太阳下一个小小的反光点 都有可能引来对面阵地火力的集中传射 谁能等 谁能够的话 像一个 杰伏的一个蛇一样 他可能的话 在这杰伏多长时间呢 一天两天三天 他可能都在这等 他不动 但是一旦目标出现 一旦战机出现 他会马上出击 他会马上出击 而且的话 咬住你不放 马上的话 这种耐心 这种能够等待 能够耐得住寂寞的耐心 首先是 狙击手的一个 基本的素质 北线 北约三十八度线 横贯整个朝鲜半岛 就在这绵延两百多公里的战线上 活跃着成千上万个志愿军的狙击手 他们潜伏在任何可以藏身的地方 等待着每一个可能出现的机遇 随时猎杀任何暴露目标的对手 看似平静的山野 每一刻都有可能爆发突如其来的杀戒 硝烟依然在战场上空飘荡 战场上难得的寂静 连狙击手们的枪声似乎也销声匿迹了 数天来志愿军的狙击手们 一直隐藏在掩体里面 等待着猎物的出现 但是目标出现的几率越来越小了 狙击手失去了目标 无疑是他们最大的寂寞 对于志愿军的狙击战术 对面的联合国军似乎显得有些无奈 他们大大减少了阵地表面的活动 没有人敢轻易走出攻势 整个前沿阵地 无异于一个笼罩着死亡气息的巨大坟场 敌人的话平时是不出动 老虎不出动 就是躲在碉堡里面 躲在公室里面 找人起来的话解个手 那也是一溜小跑 甚至来说的话 解手什么东西都在的话 公室里面在碉堡地洞里面的话解去 找个罐头盒一接 一扔 往真地上一扔 不仅说是多人的目标 就是单一的目标 他白天基本上不敢到阵地上 阵地上来活动 阵地表面来活动 要做什么东西 也都是猫子116小跑 基本上不暴留在阵地表面 那么这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阵地活动的主 自由权 完全给你剥夺了 机会转瞬即使 出色的狙击手 必须善于捕捉 寻找最佳的射击时间和角度 张陶芳 就是这样一个非常善于把握机会的人 作为一名狙击手 张陶芳单兵作战32天 激发442次 逼敌214名 创下了潮行战场 冷枪狙击射杀最高纪录 我这个脑袋 为什么就打冷枪射击 为什么做得这么快 能跟上情况的变化 也是很习惯 也很自然 你天天弄弄东西 他不想其他东西 这就是当年张陶芳所使用的 苏治1944式步骑枪 曾经在二次世界大战中 被苏联红军大量踩入 口径7.62毫米 弹头出速820米每秒 射程1000米 有五发固定弹舱弓弹 全长为102厘米 枪管长为52厘米 枪重为3.9千克 布马枪呢 它的长度大概是1020毫米 它的刺刀是折叠的 打开刺刀以后 大概1350毫米左右 这个枪呢 实际上它不是作为 狙击步枪用的 它是一种短步枪 就作为为了骑兵 和步兵使用方便 才用的 真是要是作为狙击步枪的话 应该是带瞄准镜的 那个枪管要长很多 这个就是平常一般的骑兵用的 所说的过去就是 外来语卡宾就是 翻译过中文就是 不和骑的意思 实际上这枪也是不骑枪 属于骑兵用的 因为它的枪管比较短 打起来以后啊 散步面比较大 如果不是经过刻骨训练 这个瞄准 是打不好的 1953年1月11日深夜 又一支志愿军部队急匆匆开赴前线 原本作为连队通讯员的张陶芳 经一再请战 跟随这支部队 第一次来到了阵地的最前沿 上甘岭 此时此刻 那场空前惨烈的上甘岭战役 刚刚过去不久 激烈的战斗 已经改变了原有地形的模样 放眼望去 满目荒山 淡坑密布 二十二岁的张陶芳明白 这里是真正的战场啊 晚上也看不到 光是从上面下来到 我们这个阵地是七个八点的 踩的那个究竟 都是乱七八糟的 石头一不像石头 土一不像土 这种大天破烂 都往石头都上滑了 到第二天早上一看 好 这一片地方 其实我们这个真地上一看 全部都死人 我是在上甘岭的地方 全部都死人堆起来 这个小港人 这是张陶芳 到达上甘岭战场的第十八天 张陶芳第一次登上狙击台 天色还没有大亮 雾气笼罩在阵地上空 空气中弥漫着浓重的火药气息 张陶芳心中有些紧张 他的双手握紧了手中的步骑枪 心中踏实了很多 忽然 在正南无名高地上出现了两名敌军 张陶芳心中立刻激动起来 枪一上堂 自然就开始给扣 打来平用马门把他也是 社会发发 没打到 那敌人都不理我 地人的距离啊 就前后是相等的 你所选的目标 正好是相等的 你要是两个碰 或者第二个人碰到的 正好这个距离 或者选的这个速度 都是同等的 你才打的 你少差一点 你就打不到 所以打火棒 我打死棒 不是一样的 我呢 是个老子 没动过来 第二天清晨 张涛芳早早地趴在了聚集台上 对面阵地上静悄悄的 张涛芳心中不免有些焦急 第一天的失利 的确让他心中有些扫兴 他静静地等待着 然而对面依然没有任何动静 目标终于出现了 张涛芳一下子兴奋起来 他稳了稳心神 开始瞄准 我没有见第一个地人 我就开始 没有见他这个地方吧 我就开始进化 这个地人一走 第二个人碰到 他这个和他们距离是相当的 我要选的这个距离 我选的目标 正好第一个地人或第二个地人 痛痠的 所以一发自然就给他打倒了 打倒以后 还有两个 板上就在后来 你打了还有两个 我就赶了欢迎 所以我打瞄准第一个地人 为什么打到第二个地人 所以这个脑子 没什么是我们管的 张涛芳称得上是一位天生的狙击手 在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里 他神速地适应了自己的角色 2月15日 张涛芳激发9次 射杀敌军7名 其中两人射杀距离近在800米外 有一个地人是过一个小雪狗 小雪狗的一个小小桥 我做梦呢 就是要等他到桥上来打他 但是他是个车面走的 与我那走的不是个正面 他是个车面 但是我没有人提前量 就适当地缩小了一点 根据这个情况 我就用我一发 闪光的 我看看究竟我在这一枪 能不能打到他 这是一个 这一个呢 我这个这个这个 他是不瞧 他有血啊 血有这个血争气啊 这个我瞄净点少提高了一点 在这一枪 我计算的和我想象的 有实际人要打这个地人 完全是一只 张涛芳在志愿军中独占凹头 然而真正的肯定 还是来自于对手 这位枪法如神的狙击手 他所带来的威胁 甚至要远远大于任何重型武器 对手无时无刻都在想方设法 除掉这个禁地 然而对于这样一个 本领出众的狙击手来说 谁将是他的克星呢 根据狙击作战的历史来看 要对付一个高明的狙击手 最有效的办法 就是要选择比这个狙击手 更高明的对手 来打击和压制他 那么也就是我们中国古代人说的 以其人之道还至其人之身 只有同行才能了解彼此的特点 才能够巧妙地捕捉对方的弱点 发挥自己的长处 以己之长 基敌之胆 致敌于死地 因此呢 同行之间的较量 不完全是装备和射数的较量 而是勇敢 耐力 霸气 决心 等等方方面面的较量 1943年 苏德战争开始不久 希特勒的东线部队 在俄罗斯广大荒原上 大吃苦头 让德军倍感头疼的 便是苏联红军中枪法精准的狙击手 于是德军不得不大量增加 己方狙击手的数量 希望借此摆脱被动局面 在斯大林格勒战役的断力残垣之间 苏德双方的狙击对抗达到最高巅峰 此战已让一个名叫瓦西里的苏军狙击手 从此名垂轻视 这个年轻的苏军准备 使用两人小组的战术 经过四天的激烈对抗 成功的拒杀 德军狙击之王 科尼格少将 能够败在一流对手之手 恐怕是狙击手最好的归宿了 既然对方也是一个狙击高手 那么他不可能的话 像傻乎乎的一般人一样来对付你 你打他 他也在时刻寻求机会来打你 那么在这样的时刻 双方的话 谁能够的话抓住对方的弱点 谁能够通过一系列的假象 来蒙骗对方 又是对手上当 谁能够找到最先 抢先一步 找到对方的漏洞 那么谁就可能占据主动 你等一等了 好容易一个战机出现了 这个时间 你稍微的迟钝 就等于把自己送给对方 把自己送给对方 因此来讲 胜负的对决 可能只是在一秒钟甚至零点几秒 就决定了双方对决的结果 这一天 似乎和往日并没有什么不同 张陶芳照例一早就上了狙击台 四周出奇的安静 侧耳听一听 远处似乎能听到 伤者正在发出垂死的呼声 在这个没有风的清晨 张陶芳却忽然感觉到 扑面而来的一种杀气 张陶芳不敢冒险探出头去看 他不知道那个突放冷静的对手 究竟藏在什么地方 张陶芳用棍子把帽子顶起 轻轻露出阵地 他曾经多次用这种方法 引诱对手暴露为止 在那一刻 张陶芳几乎是在渴望对手射来的子弹 然而对面阵地却始终无声无息 张陶芳知道真正的对手来了 自己所在的位置已经完全暴露在对手的枪口下 在交通豪的另一段 是张陶芳五处狙击台的另外一处 他明白自己必须避开对方的火力监视 转移位置寻找机会 但是对方的枪口会不会已经守在那里的呢 张陶芳出了 一身冷汗 这的确是一个高明的同行 他能够精准地判断自己的转移方向 张陶芳不敢确定自己的假动作是否骗过了对手 然而对方停止了射击 是对方真的上当了 还是欲擒故纵 对手每隔几分钟就会有一个点射 张陶芳根本无暇抬头射击 渐渐地张陶芳发现 对手的注意力始终集中在狙击台的左侧 而对右侧却很少顾忌 张陶芳慢慢移动到狙击台的右侧 他把步枪贴着掩体慢慢伸出头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 张陶芳在耐心地等待 机枪的弹着点表明 对手的确没有发现自己已经换了位置 他确信对手这一次确实疏忽了 这个疏忽也许将是他致命的错误 就在对手一个点射刚刚结束的瞬间 张陶芳果断地举枪起身激发 但是我打出去的这个枪 中了这个机枪也下 他在我后面稍后一点 但打着这个之弹 打出去包起我脸上了 我实际上好好的没事 敌人倒下 打到他以后 他要确定机枪的时候起码两个 他要确定马上拿着 但是他太码的没拿 那么第二发是对军他了 然后为了天晴亮了 直到朝鲜战争结束 张陶芳一直活跃在前沿阵地上 而极具传奇色彩的事 虽然身经百战 屡次遇险 张陶芳却毫发无伤 全身而退 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战争中的神话